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倒是挺好奇 你现在已经在北京生活了 其实我两年前已经在北京哪里去定居了 基本上现在是香港北京 香港北京两边跑吧 跟我也差不多 而且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你对北京的了解可能比我还多 为什么呢 你看他连床疤都知道 那地方我就去过一回 他就很免费 北京只知道床疤 其他不在知道 他只知道床跟疤 抓起来就是床疤 然后就直接去床了 就拍吧 所以电影里那个谁啊 那个杨幂啊 这个约会儿一说咱们上床吧 我有一个不明白啊 就是说这个杨幂是个空中小姐 在飞机上遇见这个余文乐 只是因为好像有人骚扰了一下这个空姐 余文乐这个做了一回这个正义的人 是吧 但是我的感觉好像杨幂怎么就那么开放 就能跟他上床了 俩人就同居了 好像就是当天晚上 不是这样吗 不是当天晚上 是过了好一点时间 是吗 我看能坏了一些 其实在电影里面是过了 他就是过了一点时间才约他 第一期就约他去床疤 然后后面再才会去他家去吃饭了 那我没看丢了 因为他想看到他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把所有时间都压述在一天里面的集结 所以你看因为这个还产生了我的一个偏见 我还会觉得 我说这个导演是不是他在北京混了两年 他的印象是北京的女孩比较开放 是吗 也没可能 我觉得其实每个地方也有开放的人 不开放的人 我觉得我在北京好像没有碰过这样的航运 是吗 没有碰过 我听很多香港男人觉得 好像说大陆的女孩比香港的女孩好抠啊 不是 但这不是就是香港广州话叫抠蕾啊 抠蕾很粗俗的啦 就比较粗俗的一个说法 炮妞吧 比较好炮 你的感觉呢 我不太很感觉 因为我是跟太太一起搬到北京的 所以就感觉不到这个问题 怎么做了这么一个糟糕的选择 对 假如我们浩翔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把太太在北京是吧 所以他的答案一定是相反的 香港的女生比较好抠 因为老婆在北京了嘛 她回来香港就自由了嘛 老婆不叫你放心好了 我太太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 她在北京 我在香港的时候 她在香港 所以我觉得哪边比较好怕 我都不清楚了 但是你对爱情好像特别有兴趣 去探讨研究 其实我是从小 我特别喜欢听人家的爱情故事 我练书的时候已经是 是因为自己不够吗 一方面是自己不够 另一方面是因为我 当初就是练书的时候 女生去掌他们的感情问题的时候 我都是愿意去听 是因为我比较 那时候练习小 比较想从闺蜜的来一条路 去开机去泡人家 你有感情问题跟我聊 我肯定会坐下来跟你聊 因为精明聊你是有感情的问题 有感情的问题就很快要分手了 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比较 习惯这样去听 然后慢慢听出了 听出了就很多时候 听到有一些好的故事在里面 那关于春娇与志明 我后来写了一个文章 我觉得我是这样解读 因为你讲到里面的男女关系 因为好多内地的女观众 看完就不太爽 觉得那个余文乐 怎么最后还是跟港女在一起 是不是瞧不起 觉得我们内地女生 不配跟你们香港男人在一起 好多都是这样来解读 那我的看法是刚相反 我说对不起啊 其实我的解读是说 是内地女生 好像那个 那是余文乐 配不起内地女生 他最后呢 只能跟那个港女啊 一起蹲在马桶旁边 来玩那个什么 放那个干冰 一直吃泡面 来回顾香港的什么 电视流行曲等等 而在北京像杨幼 杨幣 那么高 那么懂得玩 然后坐在那边去谈很多事情 余文乐是插不上嘴的 其实他是配不上内地女生 我是这样讲 那那是内地的女观众 听完就非常高兴 马上说 马上说 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问题是 大家一开始去解读 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永远从地区那里出发 用香港人跟内地人去 区分这些角色 对我来说 其实结果是一个 有关一个主角 在去到北京 去到爱迪工作的时候 碰上宙情人的故事 是宙情人 互相碰面 跟大家在一起的故事 他最后 张继明没有选 这个北京的女生 杨幣 那个叫江悠悠 是因为 这个电影主角是 江继明跟余春娇 这个是主角跟配角之间的关系 要是他最后主角 要选配角 杨幣就是主角了 这个电影叫江继明跟江悠悠 不能这样说 我这个导演 导演因为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你这个 看起来是因为主角配角 可是整个故事情节的推演 很多喜怒哀乐 都是因为地狱 这个出来的 对实际上 也许言谈话语间 不自觉的会流露 你看我们会感兴趣的 也许你不想强调地狱 但是很多观众 他会对地狱很敏感 比方说一群香港老 一群香港人 他这些年 这些年对大陆的 这个印象的变化 一开始呢 可能是觉得大陆很落后 但是到今天呢 情况变得很不一样 甚至他自己 都要到大陆去谋生 但是到了大陆去谋生 有一点也很有意思 玩来玩去 还是香港人 就是其实这个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我也是这样啊 就比如说 我是一个外地的大陆人 那么我在香港 其实不管住多少年呢 好像主要也还是跟 内地人 内地人在一起吧 所以我这个人说 这个其实跟内地 跟香港不一定有关系 跟华人有关系 我跟你说 华人跑去 不管是去美国 去英国 华人 对 中国人跑去美国英国练书 也是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 我的朋友的小孩 去到美国联书 还是帮跟一团的 这种中国人在问 他们就没法去抗减 出去 跟不同的文化交流 因为他比较 一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就感觉到不安全 他不安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跟他最熟悉的人 困在一起 他这样就比较安全 结果内地人来到香港 跟香港人去到北京 跟中国人去到海外 其实是一个道理 我们中国人 其实基本上是 比较不愿意去 接受一个 你感觉到陌生的一个团体 你就比较不想进去 你最快的方法 就是跟自己的人在玩 你觉得外国人不一样吗 应该这样说 老外对于陌生人 比较容易 容易开简 我老外朋友来到 他愿意坐在这里 然后我说 我不好意思 我有些时候就是 有老外朋友坐 我说我想 要不要我们 讲英文 他说不用 你们记住着 他都很 很舒服地去 觉得很 很记载地 要是问了 是中国人的环境 你坐在那里 人家在讲一个 你就会觉得很不安 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这个 这个朋友圈子里 有一位女性了 她嫁了一个法国丈夫 她这个法国丈夫很有意思 从来一句听不懂我们说 但是中国人在一起聊天 聊几个小时 聊一晚上 她有酒就行 她很高兴 你不用为她担心 但是换过来 如果是我们 肯定借故 就我先走一步 对 你就待不下去了 有些小中国人 就会觉得 他们在欺负我 就故意在讲这种东西 甚至排斥我 对对对 因为背后有一种 所谓的文化霸权 他老外 美国也好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他觉得说 我听不懂你们 可是我观察你们 我听不懂你们的语言 我不会有自卑感 因为我懂的东西 好像比你们高 你不懂法语 不懂德语 不懂英文等等 他高 他不会怕 那我们老外 我们碰到老外 你讲英文 我就怕了 好像我就自卑了 我就跑开了 我觉得对 这背后的自卑感 其实这种自卑感 也有一点 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 一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赶紧 一帮中国人 就围在一起 自己聊 就好像在party 也是这样 寻求安全感 对对 你说的真实 这个你像在酒吧里 我不知道现在 酒吧是不是改变了 我在当年玩酒吧 我就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 你说是去找女朋友吗 实际上不会的 都是自己的朋友去的 都是自己约好了 他老外去 他是说 我认识一个不认识的人 老外就直接能坐在哪里 一帮 哪怕是 有些小时一帮女生 哪怕是一帮女生 还有男生在 他都能坐下来 跟大家聊 这种是 中国人是比较难 在这种情况下去开启 所以到外面 比较容易发展成黑社会 中国人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打开美善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 也会说好 无量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 五良春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 也是分享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 舒芝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 舒芝仙 我很好奇 就是 你像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你在北京生活两年 你难道对北京 没有一个 也肯定有一个印象 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城市 它基本上是 发展太快了 因为我每一次 因为我是香港 跟北京跑来跑去 我每一次回去 我都觉得感觉都不一样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 它好像是 它永远跑得太快 我觉得它没有停下来 美国人 有一些东西 就是我工作到那个园区 我每次回去 旁边的公司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我觉得到底是经济太好 还是经济不太好 为什么大家不停地关门呢 我好像听到旁边的那些公司 这个营运都好像很不错 但是后来发现 因为园区 炸炸 炸得太厉害 让人家没法带下去 就有好多这种 这种不停的变化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城市变成 有点像其他 很像 好像 其他 好像 留约 留约我也住了一段段时间 它变化 出头也很快 人楼的出头也很快 但是它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拆掉 不会把所有东西都 不了 我十年前去 留约 十年后去 那些店还在 可能有一些人不在 但是店啊什么 街头都差不多 但是北京总体 总体来说 对我来说变化太快了 连饭菜的味道都会变 因为我在北京 我打电话叫外卖 有一种电话挺好 就是上面有几十家餐厅 你可以叫 它都给你送来 北京可能人工便宜 香港没有这么 它都送到你家 但是问题是 我今天看的这个菜好吃 第二天还叫它吧 到第三天 不一样了 味道不一样了 可能是因为 因为它已经顶手了 顶给别人去 就换了 除此都换了 对对对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所以那些店 就是我在北京 我也不敢推荐 因为有些店 就是我吃过好吃 要是我有一段时间没去 我也不敢推荐给人家 对 床疤可能也不是 当初的床疤 对的床已经变了 情况下香港其实一样 香港好吃的店 基本上你不能去 超过三次的 因为很简单 华人嘛 我们刚刚讲的华人 你的店做得不好 不好吃了 就倒闭 做得好的话 经过一年之后 那个厨师 一定想自己当老板 一定跳槽 要不然就有一个 有钱人去吃 把它挖走 好吃就把它挖走 对对对 他也没有说 什么忠诚忠心 所以几乎任何店 都不能长期去 谁非是那种 扎成的那种店吧 哪种店会好一点 但我们店很小 而且重点在于说 北京 说回北京 我觉得 因为快 是基本上 每个中国的城市都一样 甚至全世界发展的快 我倒是觉得 从一个角度来看 我嫌它发展的不够快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已经没办法 把它速度拉慢了 不可能了 OK 那请你变快一点 什么意思呢 会变得更文明一点 或说所谓快的 变得而且更多元化一点 因为我觉得说 不管它怎么变 有什么样的店 基本上都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从装潢到里面的菜谱 到味道 我们去你刚刚说的 New York 去任何的城市 日本更不用说了 总会找到一些店 它可能在那边 五年十年 那味道感觉很不一样 在中国每一个地方 你去那个 你会发现都一样 都一样的 那你根本越来越没有去 中国旅游的兴趣了 而且特别当那些古代的文物 全部被缠走之后 我前两天去这个重庆 他们跟我讲 重庆最繁华的这个 这个中心区域 说现在已经建成小香港 真的是完全的 就是跟我当年去重庆 大便一样 重庆的那个山城 按说是走的那个青石板路 高高低低的 现在完全没有 而且呢 为什么我一看啊 真的是小香港啊 因为那个楼 它要打造 比如说跟我讲啊 它现在已经是 世界第十大天际线 还是亚洲十大 什么叫天际线 你知道吗 天际线好比是 你在我们尖沙嘴看中环 这种这种 这个天际 这叫形成的一个天际线 好我一看这个天际线 真的是跟香港一样 而且有一个楼的楼顶啊 跟那个IFC的楼顶 一模一样 我去重庆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在北京 它都是平的 因为它在重庆 都是山下面不停的建 一些房子啊 这种 我去到重庆 一直在城市里面的时候 我发现 真的是感觉蛮像香港 对 但是山下面不停的建 好多的建筑 后来我说最早的重庆 这个这些老街道 老房子 在什么地方啊 他有 我带你去看 慈禧口 就又都重新建了 他就现在 要重新建出来 现在是建一个 主要城市建成一个香港 然后呢 你如果要什么 看一些老东西 旧东西 那也专门在一个地方 建起来 让你去看一看 还有我也被朋友带去 他说 我问他旧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有 带你去看 原来去一个地方 当然全部是新的 然后呢 那个新的地方里面 有一个 好矮好小的房子 里面呢 有一个模型 就是当年 他重盖了那个模型 好像玩具一样 给你看 那就是了 嘉惠 那是我们50年前的古城 100年前 200年前的古城 那我们几人看 玩具模型 对 几人看那个model 什么都没有了 那所以我觉得说 还是 中国要去旅行 就赶快去旅行了 不然就 一天比一天 你说他 你喜欢研究爱情 我就有这个联想 一个老在这么样变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的这个人际关系 包括这个谈恋爱 爱情 会不会也是有变化 我觉得这个跟 因为每一个城市都变得很快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蛮影响我们年轻人的感情的观念 但是我觉得一孩进车下 一个小孩 我觉得影响更大 怎么讲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成长里面 我是有哥哥跟弟弟的 我有好多兄弟姊妹 我在成长里面 我经常跟他们吵架 在爸妈面前就说来说去 这种 我们从小就很能接受 事情跟我们发展 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想怎么样 但是最后没有发展出我的想法的方向 在内地 大家因为一个小孩的关系 就是爸妈都是照顾你 你也连讨好你爸妈都不用 都不用 你爸妈敢就来讨好你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种 就是他接受不了事情 跟他们想法不一样 所以他们在爱情上面受的错诫 其实蛮大 很容易就会受到错诫 我就不会 我去泡一个女生 人家拒绝我 我不会太受伤害 因为我从小就不停的受伤害 所以我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在我发现 好像我因为 我跟好多那些年轻人交往 然后我也写一个专栏 是专门讲这种爱情关系 每个人来寄讯给我 我发现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 好多写信来说他感情的问题 是什么 都是接受不了伴侣 不是没有把它戳业留给他 处女 不是处女 你说男的不能接受女 我没有说处女 我说戳业 出业 就第一业 第一业 因为我为什么说 第一业 你说男不能接受女 还是女的不能接受男 一般来说 我们觉得是男不能接受女 但是我发现 在内地写信来 好多就是女不能接受男 也有好多 这个话题有意思 先去一下广告 看看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出色让我欲罢不能 我是陈坤 选择东风标志 三零八 选择出色 二零一三款 全新上市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 二十七周年 叫藏陈阳 经典江湘 喜酒 叫藏 1988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受三千年 女温泉文化 西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就出业 这个好好解释一下 因为 这种问题 其实我们在香港 也有听过 就是男生 可能接受不了女生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 可能是 你练大学 有一个人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我来信 我接受这些读解的来信 你发现三十几岁 还不能接受 女朋友是没有把他第一页留给他 我说你三十几岁 女生也是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都三十岁 他怎么可能把第一页留给你 还有就是 女生也接受不了男生 接受不了不是同男 对 虽然我不知道他会怎么知道 对啊 就是男生要叫你长啊 太好装了嘛 太好装 因为男生其实是 每次都装了 连每一天都装了 没有 刚彭导演说到 那个独生子女的谈恋爱 是有问题的 我这那个年代 跟你一样 很多兄弟姐妹 觉得说 我跟女朋友分手之后 我就总是希望说 打听她的消息 她过得很好 我就安心了 听说现在这一辈不是的 是说网上很流行说 当我打听我分手的 女朋友的消息 然后就说 我知道你过得不好 我就安心了 你这样 是